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比赛呢 是第三届中国女子围棋名人战的挑战赛 在位名人呢 是周鸿瑜起断 余志盈呢 是作为挑战者来发起这个冲击 昨天呢 已经进行了决赛第一局 第一局呢 是周鸿瑜是先下了一城 那么本局呢 也就来到了赛点 如果说周鸿瑜再胜的话 再胜的话 那么就未免成功了 对 这也是我们女子 国务女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头衔战 没错 刚才瑞姐口误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给大家开个玩意 因为昨天的这个第一局呢 其实小鱼的优势很大 大部分时间是占据了一个上风 只是在最后被翻盘了 另外呢 对 非常可惜 对 谢谢彭学帮我找我 另外呢 因为这两位名字特别容易说错 你知道吗 都是鱼 所以他们两个的对阵呢 就叫双鱼之战 这两位呢 也是我们女子围棋的 现在应该是一个双子星 对 从不管从成绩 稳定性 还是等级分的排名 应该都是排名女子的前列 对 对 对 而且他们两位互相之间的交手 也是非常的平凡 没错 没错 在各种比赛中 总体来说呢 呈现的态势呢 是一个误开 今年他们两个好像交手尤其平凡 我印象中 就是从这个不管是等级分的正式比赛 还是一些不计算等级分的选拔赛 邀请赛 总的来说确实是彭老师说的这个五五开 但是从长期的态势来看呢 小鱼可能压力会大一点 哪个小鱼 鱼之银 鱼之银 一个是小鱼 鱼之银是小鱼 周红鱼是红鱼 对 一般会叫红鱼 为什么呢 因为红鱼那个更年轻一些 就是小鱼吃了年长的亏 现在肯定看不出来 都是二十多岁嘛 但是呢 如果持续往下就是对抗的话 年长的一方会相对会吃力一点 因为毕竟岁月不饶人 自然规律 是吧 自然规律 但现在的双鱼之战呢 应该说实均力敌 对 特别是如果算中和的战绩的话 好像小鱼还更稳定一点 如果算胜率的话 对 但不管怎么样 这双鱼的对战每一场 我觉得现在都很有看点 对 这也是我们中国女子围棋的 一个最高水平的对抗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印象中 这是他们今年第几项 至少是第二项 在决赛当中相遇了 换先之后 这盘是一只银只黑 红一只白 对 上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开局 然后白的拿了一个高挂 高挂的话 就低挂比较担心这种 夹击的这些复杂的定式 高挂的话呢 就相当于反普规真 基本上黑的好像只剩下拖了 我看天空 拿实地的话 白的虽然损一点点空 但是呢 依托大天幕 加上呢 这个一个良好的配置 加过来之后 也是能紧销 黑席上面的一个 财尔的手脚的一个扩张 他们二位呢 就交手这么多局 这个双方也是非常的了解 这就是属于闭着眼睛 都知道对方长啥样 就是其实呢 有开局玩笑话 就是有时候最了解你的人 不是你自己 是你的对手 所以他们两位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对 论围棋上的了解 闭着眼睛说出对方的优缺点 可能比自己说的还准 自己总结的还准 交手太多了 太多了 对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您说的 这个反普归真了 反而就下一些 下太多之后就会出现 你下一两盘呢 那个存在偷袭 存在什么偷鸡 什么飞刀 你知道吧 瑞姐 你下到十盘的时候呢 双方就已经很乏 就疲乏了 下到如果二十盘以上呢 就是这个 就相当于这种对抗 在一个职业生亚中 那基本上就不会去想那些东西了 没有意义 首先呢 你去规划那个东西很不靠谱 对方也不一定踩这颗雷 你花那个精力 还不如做点基本功 没错 因为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去策划一个飞刀 万一人家没踩你 你还亏了 而且踩也不一定 一踩就一定赢嘛 对 不可能踩那么实在 所以说呢 想到最后呢 都是五五开 我还不如弄点基本功 然后就大家听基本功们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发现 大家会发现 越下到后面呢 这种势均力敌的这种选手呢 那个包括开局 包括很多时候 越乏味 开始的时候 激情刺涉 都特别平坦 对 开始的时候激情刺涉 后面就特别乏味 就我说指的是开局 对 双方就赶紧过渡掉 过渡掉之后 我们拼后面 就是大概就这样 比如像 以前的鼓励跟李适时 你下后面 闭着眼睛都知道 对方长啥样了 那就是拼 拼自己综合实力嘛 就没有 没有秘密了 像我像 像这个小鱼跟红鱼 也是一样 然后 太多了 就走流程 这里的话 它是上面先点一下 点一下 这个地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点一下拖 这时候黑的会拖先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直接拖的话呢 是白的一定会硬 但是呢 就是这个拖 有点损 正常会硬 你在点的时候 点不到了 就吃一个反击 这边多了两个子之后 这个脚上的生存空间 会被压缩 好像一下变成实地了 还有一些小鱼味 但没有点那么严厉了 就是你直接拖的话呢 正常对方就硬 硬上了 就算了 你如果点了拖的话呢 它的目的就是 当你搬完之后呢 让你两边无法两拳 就是如果你还是搬的话 这样的话 你不管接 还是它这里有长 如果你虎的话呢 它以后 它应该是拖先以后 可以奥路搬 一个次序 就是这里就相当于 一个温应手 先点的话 由于这里不够厚黑的 不可能去下奥路跳 然后呢 也跟大家再讲一个 比较实在的 就是你拖先 突然你下任意大厂的时候 这里应该会有一个打入 它高打在这个位置 然后搬下来 这个黑白旗不是特别满意 二路拍一下之后 它往前回爬 这个旗你搬不下来 只能是往回吃 因为针子不利 来顶住 这样的话呢 就这个旗行 黑旗非常的充分 关键问题是 下一步还会被持续的施压 这个地方非常的重复 我记得好像说 这个子如果放高位 是比放低的 因为放低位的话 这个地方护不起来 它会被长 它会长 所以说高位的话 下一步打入是 比低的打入要严厉 严厉得多 所以说呢 白旗被一般 面对高拆的时候 都会选择这个三路拖防守 所以说它有直接拖的 也有点一下拖的 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 先点再拖和直接拖 就是各有利弊 两个不同的风格 两种不同的菜系 就像你吃饭一样 但你这个先点再拖呢 对方可能就会拖心了 对 他就会拿这个挂脚 所以说双方都很清晰 对 他们这个都太熟了 我们来接着看 挂脚的话 实际上红衣就选择 直接手上面脚了 也可以 因为这时候出这个投影 理事不太大 这边是一个 黑白的 黑的是一个三路跳 然后继续小飞 然后小飞完之后呢 拆了一个 拆个边 这都是正常分寸嘛 白的拆这个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骑 我的直觉不大 下一步实战 它是继续飞压 这个飞没啥 其实没啥好走 是吧 这边就这条边 价值 因为这有个硬头啊 其实像这种时候 你如果不会下的话 就是从指说 从骑的方向 应该是进二路的 因为它这个骑 它飞起来 没什么威力 以后你还可以 从后面逼 还可以威胁它 当然你现在要不要进二路 我不知道 如果你不想进二路的话 一个最简单的 你就是把上面这个给闷了 这样子吃也是有一手期价值 对 这里就是告诉 其友们一个很简单的思路 我们就下期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会下 进入一个迷茫状态 有时候 其友们经常会问我 老师我就说 不知道下哪了 感觉没什么大期可以下了 没什么急锁了 没什么急锁的时候 特别简单 你就是把那个接下来 你认为一定有价值的地方 你能够明显感觉到的地方 你把它下了就好了 就确定的目数 对 确定的实力 你不要去想那个一百分 一百分谁也不知道在哪 因为局势比较复杂 找不到那个急锁 那找不到急锁 你就下那个次急锁 像这种 看得见的 这个肯定是 这长出来 肯定是至少二十多目 对 你先把这个子无助 肯定不会错的 然后你把难题交给对方 既然你找不到急锁 那也意味着 这时候就盘棋 现在那个不明显了 对 没错 急锁不明显 在急锁不明显 你就把这个难题交给对方 不就好了吗 你就下一个看得见了 所以下一步棋 其实我觉得感觉 我直觉应该是亏的 为什么要请 因为它一个最大的点 就哪怕你就飞压到了 白了在这个脚上去 就是做活 你这里没有收益 大家看这里是个三路的头 你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头 你再去往天上跳 因为这里还漏着风呢 你堵这个口 它从天上来 这里没有价值 然后你不飞了 黑了白了也不会去说飞骑 因为顶着你这个三路的跳头 所以这个地方某种程度 其实是个不毛之地 现在价值好像没那么大 哪怕你飞跟它顶交换 我感觉都不转 就是这个 这步棋应该是不下的 这步棋一般什么时候下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场景 我把这个棋一拆 你们就懂 比如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100分 这个配合和刚才是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你把它封住 这里有个大模样 很简单 就是这里有个任意的手脚 你都可以飞 就现在的这个情况 完全没有必要再飞了 虽然走哪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飞应该是五块棋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 哇 红玉下得非常的凶 红玉的风格呢 一直是这样的 非常的喜欢战斗 对 非常喜欢战斗 但是下一步棋是真的吗 不是 下一步棋 我只从颜值上锐解 这个棋应该不能下吧 不符合我们小鱼的颜值 不是 围棋 围棋好像不能这么下吧 这步棋下得出手吗 我觉得 这个我第一感看到的时候 也是吃惊一下 我以为 但是这样子的 我如果不看AI 或者没有高手奖的话 我以为就是普招呢 或者是AI 因为你不是这个厂里的下法 对吧 不是 这步棋 不是这个传统的下法 可以肯定 一定怀的便宜了 我如果 但是毕竟是余智莹下出来的 我真的 我很怀疑是AI的下法 我这是一个弯三角 不 你在谁下法 这效率太低了呀 长得太丑了 但是后来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这个胜率 确实也不太乐观 不 这个棋 我没看胜率 这方面我就没怎么看 就是说今天没有看 主要在看一时飞 对 看一时飞 就这个棋直觉 虽然我不知道像的 这个说实话 我感觉你要不就飞这个 对 他飞呢 他一定是担心他冲 就是这里点完之后可以冲完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这事是正好 对解 为什么说正好呢 反正 对吧 刚才不是 这条边已经压得大了 不是 就救不了 就是被封注也不大 现在给了自己一个理由 因为冲断挡不住了嘛 这里有个 对 然后就索心 不是就正好嘛 就给自己一个理由嘛 然后就放了嘛 但是这个人的思维 它是连贯的 就他当时既然飞了 他肯定是想继续走的 但是你不能 苟顶这个扛不住啊 这个 这个太亏了 因为你是在里面放了一个字 他在外面放了一个字 怎么看都是黑的亏 反正这个顶肯定不是一个 真的下不出城 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好心 我觉得就飞就挺好 它冲你就顺势拖鞋 其实这两步有点损了 这个打入没了 对 白了也有损的地方呢 所以这个 所以我第一眼看到 我在想 小鱼下了 难道这是狗招吗 我觉得 就很怀疑了 真不想狗招 我也不敢相信顶得这样 我这半期没怎么看 我看到这惊呆了 我感觉垮了 因为你本身 人家肩底是要立的 你这是要一个二路跳的 等于现在 你被他捧在天上去了 走这个 虽然他这两步稍亏 但是你 其实某种程度 你慢了半拍了 这个脚得已经先说活了 对 这两步不会伤筋动武的 白了能亏多少呢 对吧 开个玩笑说 没准还引到针 某种场合下 有可能 还引个针 总之他这个是 完全可以接受这种损失 忽略不计 因为你赔了我手机 但是这个明显是得了 那你不可能 我坚定你坚 回坚的呀 你这个形状百分之百 应该正常是二路立的 继续威胁白起的 所以缓了这口气 我感觉 应该红鱼就领先了 实际刺了一下 对 刺下也能理解 这边没什么价值 然后上面飞压 飞压 其实反正我不会想 为什么呢 这个飞压 比较虚是吧 我比较喜欢下 看不见的 我要我下 我要坐在实处 我要我下 我一样会下 这种都搞不清 多大的你先把这二十多目捞了 对吧 首先他也不可能飞压你 他飞压你是损的 他打入 总不能把白的打死 你就跳出来 跟他战斗就好了 肯定是白 四个打一个 我自保总有余 最后其实不太怕打油和飞阵的 剩下的嘛 再说了呀 其实起码上面捞了呀 如果实在不会下 这一步也不错 对 这个搬本来也是一个很大的 可以防这个二路点 是 其实这边两边 两个人一直都不走 总要走的嘛 你就搬把这个虎了 然后你再走别处也行 还是挺想走一步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飞真心不着急 因为白黑的不会飞 对 从这步棋可以看出一个棋手的棋风 就是红鱼的话呢 是一个完全偏进攻的棋手 没错 他喜欢马棋张开 就是把自己做成一个相当于 类似外事或模样的状态 然后等你进来 他攻击你 他永远处在一个就是战斗 或者准备战斗的状态 对对对对 这步棋就是压制 黑鞋的潜力 然后以后压怪 他自己成大模样 其实周鸿鱼 我觉得现在的棋风比原来的 已经就缓和很多了 就是他刚出道的时候 刚成为职业棋手 那个基本上不讲理 要跟你讲 是的 那个就叫直接护脸 对 直接就是管你什么 管你是谁 管你是谁 管我什么棋型薄还是厚 反正先给你切断了再说 你敢搬我就断 对对对 真的是 但力量特别大 你敢搬是你不对 力量特别大 这个我也 现在说实话 这个棋风讲道理的多了 已经随着年纪的 这个稍微的成熟一点 增大一点之后 那个棋风相对均衡的多了 对 均衡多了 比他小时候比 可能也吃了不少亏 我估计 应该是吃了不少 用力过敏的口 对对对对 慢慢的也就成长了 成长了 但是这个棋 还是推荐大家下上边 这个飞 反正肯定不是坏鞋 只能说是红鱼的一种风格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 这棋应该黑的落后了 实际点 点点这时候应该就只能是压住了 如果走这非常危险 大家看 白棋黑的一个长之后 可以把这个 它主要是一个反弹过来 非常非常危险 再一爬是吧 对 这样白棋有点不好办 感觉杀气直觉 白棋非常凶险 对 你只要长的话 这边直接把你这两个嘴吃掉了 你也不可能堵这个口 就跳出去了 所以说这个点 其实是防不住的 它只能是上盖 对 点的话 基本上接下来 就是一个固定的套路 可以这样 黑的捞这个嘛 上面白的 就会捞那个脚 应该是这样 你是一个剑盒 是吧 剑盒 但黑的肯定是要 也没什么错 如果黑的虎白的 搬黑的就没脱齐下了 然后白棋现在的上面小尖 下了一个二路尖 对二路尖 他觉得拖有点 帮 对方走齐 其实也 其实好像是一样的 从实战来看 尖的话感觉专业一点 还原了 白棋 黑的的话 挤也是真伤 黑棋其实这时候 它如果不挤 也有别的下巴 就比如小尖 是吧 但它现在太松垮了 这个小尖 因为它外面没配置 被爬活之后 没有什么后续 还是挤 那挤柱 那挤柱等于就是脱 脱袜 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 这个局部 黑棋吃脚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往外发展 没有什么前景 糊起来 这是一个局部常见的定型 这样的话 黑的应该会打入 这肯定不会再搬了 没有意义 其实这一带 如果将来要走 彭老师 这里是 好像顶得多 就直接撞吧 能不能爬呢 爬就 它就气了 爬的话 可以啊 就是你 你自己判断嘛 所以白的肯定只能气了 就打了贴一下 直觉可能很顶 各位更加的严厉一点 这样的话 它肯定实惠 对 但是呢 白的外面也视力比较大 很顶的话 白的应该只能拐了 然后 它只能 对 拐了 从它来 从这个 就大概率就这样 然后会白的特限了 硬挡应该不敢 这个有点 这个太危险 这个战斗 所以 这个地方反正就这样了 你 你 吓的话呢 白的就给你 就当一个 大关子 现在黑器应该不会去搬头 所以说 如果是打入白的跳的话 这个地方其实也就不大了 对 搬头的话 白的上面太大了 刺一下 其实 意义在哪里呢 这个刺 不是很推荐大家刺 刺的话 就是让这个头变硬了 是吧 刺最大的亏损 是打的时候亏 打上面的时候亏 打这个 打这个的时候亏 有人打你提前手 现在的话 你就放弃这个打 放弃这个打 就意味着以后会被别人漏打 反正我不是很建议刺 因为 那不刺的话就 你就直接走 直接打入 是吧 它跳的话 你就 不管你走哪 你直接走 因为它不可能是因为 你没刺它去顿脸 它也没那么有空 所以将来这个刺 基本上还是黑器的权利 想刺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黑的白 你万一这边没价值 你还是保留一个打 或者你等它low的时候 你再吃 对 就是好像是 没有必要 因为白的觉得 应该不会去滴手吧 口味太重了 对吧 应该不会吧 自己做一个眼 是做个 空心做一个假的体化 这个其实 而且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就是因为它有些时候 你有可能 比如这有个指数 你用到上面挖断的 就还是会有一些 上面挖斥 对吧 这里就有个双断 所以反正你确定 没必要先走 好像没必要刺 就直接走就好了 先刺一个反正 好像不会便宜 对 而且你本身不刺 对方也 你以后刺太不可能有别的 这种刺呢 说实话还是就是 低感还是挺过瘾的 先刺一下 交换一下 就有点像随手棋 有嫌疑 但是呢 基本上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 流程上来说也就正常 不刺嘛 也没什么太多好处 实际上它把这边顶了 应该是意识到形势不利的 本手应该是跳出 这里其实还是有点危险的 但是跳出一定会不会 才把这个扳掉 这样就会显得 比较乏味 这个如果这边被白旗封锁 线达成的话 这个脚上将来一翻 一翻打 要被刮刮关注 对 这也说的没错 那个先手打完打完 提之后 黑的还得去白眼 对 所以说 它直接顶 还是有心情在这里抢一手的 顶的话就是后手的 是这个吧 对 白的 白的也不一定感正确 是 但你白的其实是可以飞过来的 其实飞过来是怎么走的 不知道 现在白旗是直接就单压了 单压应该是觉得 先进攻是吧 形势不错 其实是可以考虑 先攻一攻 黑旗的 因为黑旗这里出头斑我就长了 其实黑的出头是有点不畅 但它这里 它会管有点难受 也有担心 果然就有个挖 对 这个形状确实 有点小缺陷 可能是洪英觉得进攻 那这么攻 不知道好不好 就是它 其实是想攻的 它其实这边也有点先手的 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跳 其实是有点先手 飞什么有点先手味道的 感觉先攻一下再压嘛 就是 其实跟刚才那盘有点像 这个地方 就是跟谢可和小时内 就是白的是可以考虑 反正先攻两下再 因为这部是黑的 绝对没空去贴的嘛 它自己在包围圈里面 你先攻两下之后 在最后等它出头之后 顺势你再压嘛 直接压 感觉有点点缓 有可能被黑的会反攻 实战压了之后 黑旗确实马上从这边 你不攻 它就被反攻 它先动手了 先动手 那你总是被动 虽然说 不会死也不会很苦的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不是很舒服 形势 现在来看 从人类的视角看 应该是军事 AI的看 AI看还是给 觉得白旗还是不错的 白旗不错 还是因为是 早期布局的时候 这里大概便宜了 小半手旗 其实就是便宜了 别的别处 看不到明显的 双方有什么失误 至少我的水平看不出来 这就是明显的 因为等于是 反正半手旗嘛 应该就这亏了 飞完这个点完顶了 这个点着亏了 但是现在这个局势 明显还早 这个 飞到这儿 现在中间的黑旗 好像是比较厚实了 点的话只能是缩住 这个不能冲动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反击 它是横冲的叫大家 它不是从这贴的 横冲一双 这里还有断 直接就崩了 所以说只能冲 因为这个吃也没吃着 这有陶的 对 这个要稳住 只能稳住 接下来没有意义 接下来做它干嘛 马上就把这个对线掉 马上就把这个对线掉 其实这代白旗明显是将来长也是先手 靠这代也是先手 正常肩完是退的 就这个连招感觉是合适的 它这两个交换掉 如果你交换不走 被它虎过来不明显亏吗 本来黑的走多半也是虎的 那这俩交换肯定亏了呀 而且你走的意义在哪里 这以后走 基本上还是白旗的一先手 对呀 你都连着的嘛 对 这个不明啊 煎一下应该不是啥好吃 其实这个 可能比刺损的还多一点 意图 意图不明 不知道它要干嘛 然后交换之后再搬下来 搬倒是挺大的 然后黑的在上面 提前做一个预防 怕黑白了以后 直接围在这一线 这样你在点三三就被强杀了 先留下一个 留下一个搬虎的打结 现在由于外面 黑白旗的这个厚度不够 肯定是不能杀的 将来脚上就是搬完一虎 是一个打结活 标准打结 反正呢 你也不用担心 这个结打得过打不过 打过被打死了 也是无本买卖 打活就大转 打死了 你外面走两关子 完全可以 接受 因为本身就是白旗的地盘 它只是 这样的话 白的就补不到天上了 只能是 补齐的时候 补在脚上 你将来 不管你外面再怎么围 它脚上总会留 搬虎总有的 对 你如果说这么来 把它移不去吃掉 那我们就 相当于你自补了一下 对 就是限制它 补在天上 对 它现在也不会去搬虎 它就进攻这边 这边好像是有点薄 所以在看现在这个交换 真的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确实没有必要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步棋就是 那就是要叫杀了 这步棋非常的凶 就是本手肯定是挡下的 挡下呢 意思就是说 担心白的靠过来 不 白的先冲一下 然后靠过来 其实这个挡很大 因为一路搬完 这个搬毡还是限制 有一些搜刮的味道 基本上决先嘛 对 有种关子角度 搬毡 白的得先搬下这个 然后再搬毡这个 白的还得往里送 很难受 实际上它飞在上面 它飞的意思 就是说你补齐我挡 那白的肯定不能接受 基本上 就这两个点 不能被黑棋兜走到 那它就空太大了 所以秒爬 那秒爬肯定 黑的就要上力量来 对 黑棋动手了 这里就是 黑的意思就是 白的不能这么走 直接就给你苟断 苟断的话 白黑的得尖锭了吧 就会low bulge受不了 这样的话 那就是实际下力是吧 实战 它先沾 沾这个 先沾一下 那是不是意思 就是要杀了呀 那杀不掉这一串黑的 可不便宜 连这个基本控都没了 一下这个双方的 这个战局就白热化了 这步棋也是很损目的 其实于之盈的棋风 相对来说 还是在女棋手当中 也是比较均衡的 小鱼应该是判断 这时候实控不足 但是你看这个 他平时均衡 那关键时候 他也是要 不手软的 对 该杀也是要杀的 比如说调侃什么 什么职业高手 那个开个玩笑 什么力量不行的 你们千万别信 对 什么算不清的 他只是说 他不轻易设险 他能够就是 跟你平稳推进运营的时候 他选择一些更稳健的下方 但你千万不要误会 他不会杀你 而且我觉得 这个职业高手 每次说什么 谁的计算好 谁的计算不好 他这个标准 是在一个很高的 一个评价 这个标准之上 撤立的 他不是 没有人 这个计算力不行的 你就千万不要想多了 就是好像 他真的不会计算了 像小鱼说 我们说小鱼 是稳健派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 他就不吃棋 他不杀你 他不攻击 他只是说 不像红鱼那样 攻击在那里 平凡 对 从这两步棋 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小鱼像 我觉得可能就拿实地去 就不会飞压了 现在就是看这里了 说实话能活吗 白的黑的就往这拱 黑棋就是拱 这一定要拱住 你这松劲就不行了 所以你看 现在就 之前这两个交换 真的是 松劲的话 他这样冲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 你吃这些蚕子没有用 他一扛就活了 它这个基本上是先手 粘基本上先手 是吧 不 你已经五格了 这边要不要都行 是吧 你顶了 已经五格了 已经活了 所以这个棋呢 一定要扛住它的盐 顶住 如果只是为了吃 这两个蚕子 那这两个交换是血亏 这个下路爬 非常的大的 白棋不能退被扎死了 只能顶住 那就往里头吃 这个结也打不动的 所以只能拐吃 那就是看能不能 有点像吃棋了 反正局部活不了 你肩我就把你点了 局部只有一只 先手一只眼是吧 打完我一只眼 对 先手一只眼 这就是拼借断了 能出来 这个搞不清楚 粘住 反正看红鱼下棋 就是走光丝 红鱼下棋 就没有轻松过 我觉得它的美盘棋 它的对手很累 它也很累 就是它不管输赢 因为它的棋激烈 但我觉得 可能就每个人不一样 对于周慧玉来说 一杀棋 它可能就找到感觉吧 进入它的舒适圈了 对 就是它不一定觉得 就是难受 对 它不觉得难受 它不觉得 这个棋 对啥有什么 终于找到了熟悉的配方 是吧 但是你看它下棋 就是很刺激 对 不管它跟任何的水平的 那个下 它都有一战之力 但是有时候也会翻车了 就是它这个风格就是这样 因为它有的时候 确实有点过分 对 你看它前几天 跟小生下的那个棋 也是虎虎生风 那个小生也是 最后也就还赢了两三目 中间直冒冷汗 对 那个背都凉了 凉了半截了 所以红鱼还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就它跟谁它都这么像 你管你是谁 我都是撑满了下 这样的话 像这个棋 像刚才这个吧 对 还有个人特色的 都是死捞 然后就撑满了 这个棋说实话 小鱼应该没有空了 我给大家看看 小鱼就这二十多 全盘不到四十目 四十目 我们这还得贴八目 全盘等于是三字头带队 三字头带队可以 拔到这里已经十几目了 那玩意儿就算你有打结伙 他边边角角也 二十多目总有的 对 所以说这个时空肯定是 现在应该说是一塌糊涂的棋 明显白棋的时空是有利的 所以说他这时候呢 也就没断了链了 就看那白棋 如果能够顺利做活的话 那应该就赢了这看棋 我觉得甚至就赢了 因为顺利做活 白的黑的只能搬火 然后黑白的收关就行 我们看看看他怎么活 死了就万事皆休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感觉的 好像还是活面大呀 这里不清楚 没看 我们也没看这个 今天这个明显赛的棋 我和大家说声抱歉 确实今天的更多的焦点 都在另外一边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 其实也是 跟大家都是进程是一样的 我没有之前御习 对 我只是瞄了一眼开局 然后后面就没看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 也是一种这个直播的感觉 这里我们先倒退两块 好 这个棋是不是这不知道 就从 说实话 从沙棋的视角 肩应该有一点点缓 感觉 这个行吗 直接就来 其实沙棋就直接污脸 可能会更加的 这么凶啊 就这个或这个 不太确定 不知道行不行 这里有点薄了 就是说你其实你给对方一点空间 他有可能就能折腾自己 他这种一个命令似的 你靠啊 搬啊 他白气没有什么变数 你断你我可以退吗 大夫 其实这里是不怕的 断我 对断他是能退 这个子吃这个子没有意义 是被打住了 没有意义 你贴我就搬住 你永远是进不去的 这个气 永远是被我卡着脖子的 卡住就跑里 我就要搬住你就完了 是这样的事情 你永远进不去 是不是我都 我是不是虎都可以 虎也行吗 就是说反正把这气扛住 然后你正常你只能从这边走 这边走的话 甚至我还能搬住你 就是我们把这边冲掉之后 这个比较狠 对就是反正尽量的缩小你的空间嘛 这个也需要时间计算 这个就是一种感觉 我没有说 这个确实搞不清 但是肩总感觉有一点点缓了 因为肩完之后 它这里有一个作眼的余地之后 其实你反而借用变多了 就质感 如果是准备杀 或者这不行不行 就直接污脸嘛 其实这个里面 像这种企业 说实话 我觉得红玉来杀可能更专业 有可能 这是他比较擅长的 真的比小鱼专业 红玉杀棋 比较直接 有一套 因为他有一年是代表山西下过女子为假 我是全程看过他一年棋的 那个就是两个字 刺激 这刺激是好的方面还是什么 我问过他 他有一盘棋已经迎飞了 迎飞 就是盘面可能都奔二十目去之黑 然后呢 他就威胁别人大龙 然后人家对手们就反正也破罐破摔了 就脱线了 脱线然后一个特别复杂的棋 因为他破眼要把别人放到空里 你知道吧 一个百目巨龙 然后红玉就可以要杀 然后中间还要下好几个手机 就是那种杀棋的妙子 是死的 就全下队是死的 然后他就看着我是打钻心筋 你知道吧 刺激 然后我说 我说我下完棋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知道你就是 这个目术已经赢多了 红玉一次就说我知道 他说那我就很奇怪了 我马上就有一个疑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呢 红玉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没补呀 他没补其实 而且我算出来他死了 然后他就很 就是那种很无辜的 就那种看着我 我跟你讲 红玉说的觉得你很奇怪呢 对啊 明明是死期 怎么这个教练是一模 然后明明是他不补了 然后我也算准了 虽然看起来有点那个惊险 但是不确实死了吗 他不觉得惊险也许 对 然后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你知道吧 他类似下了一个一路拖的那种妙手 就是涉险过关 你知道吧 就正常是杀不死的 他人家觉得一切都在场户之中 但是当时看着我 因为你想吧 我作为教练 你不杀还没二十吗 你少年干嘛 对吧 而且放红里 所以这个 说这个故事 大家就可以想到 红玉的这种 特点 特点 他很无辜地看着我 他说 意思就是说 黄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首先第一是 对方没补 对 没补齐 他过分 第二点的话 我已经算准了 他又不补 那我必须把它吃了 意思就是 我吃到不很正常 反正之后也吃了 所以这个 只能说是 意高人胆大 意高人胆大 这个齐说实话 我的感觉 如果吃不掉 接人背锅 这个齐 虽然我不知道 我靠那个对不对 但是今天应该 因为我们没看 不知道后面的进去 到底有没有吃掉 因为这个齐 从形状来说 应该是在这 或者这 因为你在这 其实我们看 它沾完之后 它这里有了一个 顶和弯的借用 就会导致你这边 封锁起来很困难 其实这种 就是 还是这种 靠了这种连麦 可能太生硬了 你直接 已经都这样了 你就 还要什么面 还要什么颜值 就直接污脸就完了 你甚至就是 如果可行的话 其实这么污可能更凶 就是 其实像 杀棋是这么杀的 我交代表一下 甚至怎么这么污都可以 就如果可行的话 在这不知道可不可行 就说你一定是污他脸的 就是类似这种 因为你只有这样子 他转不了身 他反而他就做不出眼 他没法腾 直接硬来 他没法那个转身 对 直接就直接硬来 他没有回旋余地 然后如果你这些保卫能扛住 他就死了 莫非小鱼这种下法 还是 我觉得 还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应该没后路了 这盘棋 这盘棋我觉得活了 只能杀是吧 小鱼很难相信目数够 因为他只有这片空 当然也许小鱼觉得也能收 就是刚刚我们反向的那个故事 小鱼说这期不还早吗 收拾空也挺好 但是我反正感觉是时空 非常的吃紧 就这个下法 真心不太像杀人的下法 对 就是他更像是一个收束的下法 对 我就觉得他可能还是想给自己留一点 对 留条后路的 有点余地 就是能杀就杀了 杀不了 对对对 还能收出关什么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鱼女王 他不是那种就是 凡是要赶尽杀局的那种人 但是如果小周来的话呢 红鱼来的话呢 那你这个招牌我就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可能就直接就来了 对直接就来了 可能有的时候比这个还直接在招牌 他还直接 对对对 就是直接 他这个风格太太鲜明了 他对一些就是 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他冲击力更强 对比他强的选手 就开个玩笑 如果跟小生夏 那肯定红鱼胜的面会更大一点 相对来说 比如说这个鱼之盈和周鸿鱼 如果同时跟小生夏的话 对跟小生夏的话 但是呢 如果同时是跟一个 比如说初段夏 你初段夏 我们从女子为甲上就能看得出来 总胜率小鱼是遥遥领先 对小鱼 这个鱼之盈在女子为甲当中胜率是第一 基本上就是一年就输不了几盘级 今年下了12轮 他就输了一盘 对啊 就很稳嘛 就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有跟他同级别的选手 他才有可能会输 跟一些鱼鞋比他弱 他这个风格 很多小美女们没有机会 因为他 他也不跟他你那个正面 就是刚正面嘛 就是你刚才那个例子 如果是鱼之盈的话 肯定就选择收空了 对吧 对就收空了嘛 肯定就稳稳地拿下了 就拿了 不会让你受那么大的刺激 对 如果是小鱼下 我就很放心 如果那个例子 小鱼百分之百就不杀了 非得还20目了 赌什么气呢 你脱先 我就跟你硬一下 就拉倒了 反正都赢多了 红鱼的话呢 在对上这些 比他弱一点的选手的情况下 他明显波动会大一些 因为他这个棋 确实太凶狠了 太狠了 有时候 不留余地 不他不留余地 关键有时候也有可能 算错一步 被别人一个反杀 也没有给自己留余地 就崩了嘛 对啊 就还是有输的可能的 对 特别是对一些 比他弱的选手 挺有 反正蛮有意思 他们两人下棋 下到这 应该是看这样子就活了 这个地方有个虎 已经 对 他弯在这 好像已经要活了 这边要 这一虎完 这个挤先手 已经出去了 对啊 这一虎 你如果硬要来挤这 人家就出头了 首先这你只能贴嘛 让他虎 然后你只能掐这个脖子 然后他一虎就出去了 一虎就出去了 那这个挤是先手 你吃它可以往前冲球 这挤没用 它吃得挤 这明显已经活了呀 你拐的话 它搬住 打结的话 像这种大龙 打结就跟活了没区别 对 本身结太多了 所以打结约等于近活 那么 只能那就收空了 就收空了 收空 那切完先手虎一下 估计是就收关了 然后现在是他虎这个 虎这个 然后本身就虎下来 那挤它挤 那就是要从 不还没挤 不用挤 没挤 脱先了 对 因为白的断 黑的是安全的 这里是之前交换了几手 我看看 什么时候交换的 顶走 那就是顶这个之前 把这个顶完 对 在这里先交换了几下 我得先弹个盐 对 要不然这个尖 那个会被破掉一个盐 那就 那它只能去搬了虎了 现在 我看看它在哪 这里先加了一下 加完还是能虎出来 没有用 加开到到自己安全了 断也不用走 黑的只能去搬了虎了 白的也不敢开那个节 那就是收关了 但是黑棋呢 把这边搬到 先手拿了十五目 对 还是拿到了一些 是不是还是能收 所以我刚才说 不能收也不一定 所以说这围棋就很神奇 是不是也能下 小鱼的这个下法没准 也是绵密悠长 对 这地方他先手拿了十五目 然后再把最后一个搬虎了 继续拉长战线 这个节应该 红鱼不敢开的 白的不敢开的 现在白的更薄嘛 就大概率就是静活了 白的拍一下 上面打一下 这个也拍不动了 节才不够了 这里全是黑的全是节 你龙还没活 那他走哪呢 把这个断掉 把这个补干净 那就是这里还是有个打结 把这里补干净 这里断掉 白黑棋有没有点什么危险呢 问题不大吧 他苦他可以吃 那就问题不大 好像也问题不大 他家就是已经提前把这个断房了 他免得到你先断的时候 他家的时候 他吃你反击 其实小鱼下期还是很严谨 对 他提前加嘛 你也不可能反击 然后你以后断 他就脱线了 那这个断基本上还是以自补为止 但是你不断 你毕竟你大龙是打结活嘛 你毕竟没有静活嘛 你也这地方选在空中 你也有压力 那白黑的斑毡 这个棋 索性就斑毡完斑毡了 对 这个活的也不小 这就是收空了 然后你硬是接一个断针 它单粒 单粒也行 然后给大家数数目 好 看看这个形式怎么样 形式 看起来是不是还是挺细的 黑的能这么下 应该不会差别 不会差特别多 这块有38 大概45 那个正好够贴目 47 黑的小50目 白鞋的话 10 11 12 这是坐的对吧 对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这个底部大概是20 那就40 40 白黑的已经接近50了 而且那棋木我跑了 那不错呀 黑鞋 该也是细棋 黑的白了就随便围围 围个实木家 也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黑鞋这里 应该欠一点东西 这个地方有一个长 那是有的收是吧 我怎么感觉 还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如果没有算那么细的话 盘算那么细的话 应该还是盘细起 也许白的稍优 这地方长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你看看就行 就它长完几个来 好像还是有 这三个长要被调 就算你挡它关嘛 你还是有点 反正有点千木 对 你结婚它是外面刺你 对 反正黑白的已经两个鞋眼了 这地方有点点千木 有的收这个棋 白棋实战把这个断掉 好像是 对吧 干完拐几下 让它能先手捶一下 棋是没有的 反正也不亏 都是在空里 对 然后它长 这长好像有一点点薄味 先担一下 挡这个 所以在我认为 没得收的时候 小鱼说依然可以收 他这种下法 就是给自己留些 对吧 有些选择的空间 他这个下法 就是很稳健 如果你的综合实力 比鱼之银差 你就很绝望 我相信 很多的一些新秀们 对双鱼应该有 更权威的评价 我相信他们更愿意 对上红鱼 就是行不行 反正就是都有机会 至少还能拼一下 虽然大 就是我被杀的概率大 但是我也十盘点 没中也能还两盘手 对 跟小鱼下应该就更 就结婚了 更困难 因为他不 他不跟你拼命 你怎么弄 跟你比综合实力 拼理一些 这个小朋友们 太难了 真的要哭了 这两个交换 也不亏 将来收官的话 因为他如果点不进来 这俩应该是便宜的 他就接着走 以后收 他就往里塞 不用动脑子 反正都是铺完之后 你不就得补俩 对吧 肯定亏是不亏的 而且还拿到一大堆结材 伸出一大堆结材 三十六 三十七 好像白的好一点 打不住 大刹小数 好的很微弱 感觉 对 因为贴的话 白的不能铺的 要补这个斑 先贴 这个斑跟比 就三个大 其实也就是一个先手包扎 那才可以粘回去了 最终肯定是要跳这个的 或者是刺了 对 现在跳了 这样的话 跳完之后 这块铺大概也来到三十加 三十目左右 因为这里 我们看到这边有刺 刺 黑的是进不去的 这样的话堵住这个口 就可以数目了 大概也来到三十目 四十目 四十一 四二 四十三 四十四五 四十四七 白的来到五十铁控 这块我刚数了 是三十七 这块是七目 四十四 四五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然后那个刨了 四十九 四十七八目吧 然后刚才白的是 五十加 然后这里还有一点点按目 白的这条好像 还厚一点 可能白的稍优 优一点点 但是白的对这地方还切磨 这个棋 这个结局简直是难以遇到 它吃完它不一定挡得下去了 那这地方 哇一下小鱼就长出 接近十目棋了 这不还是黑棋掌控的地方多呀 这个刚才没注意啊 如果它挡不下去 这个弯先手 那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直接长十目 那应该是黑棋好了 那长十目 如果白的没有等值的话 那黑的又反超了 对 再刺 刺应该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 对 这只能粘住 然后黑 白棋这里倒是 它只是为了顶过 对 有个巧手 如果搬的话 它顶在这 白黑的不能搬 搬的话 白的可以顶在这 不是这边的车 是这里它能挡下挡 这个冲断 冲不动 大家看 这个断不进去 这个拐下去很大 这个挡下去很大 所以说它挡完 这个脚可以顶 所以它没有反击 对 它要保证中间这个地方 弯的先 让白棋 对 连不上 保证这个弯是先手 这样子白棋呢 联络之后 也增加了几不起 黑的 黑的赶紧拐一下吧 这有个紧 赶紧拐一下 要不挡 挡力说巨大 嗯 这样它就下不去了 就有个靠 白的就只能这样子 然后就并 就被拐过了 对 交换了一手 然后上面 并 感觉并 还不如接了 直觉 这还有 还有吃是吧 不是 这并有木吗 这有一木 不过它就弯好了 也不对 弯它就弯这个 还是有木的 它这个地方有这样打 它给这样套的 怪不得要平成 很细腻啊 嗯 那现在就这个应该得硬 然后白的拐 拐吧 应该是 白的把这个打拐掉 我感觉 这个打拐大 还是上面大 感觉拐大 但也不一定 它这个 一二三四 至少是 大概八目 正常是九 但九不到嘛 因为这边露着风 八目 至少八目 上面拐 上面拐住的话 拐的话应该是 拐住它将来 斑毡是先手 拐黑的 白的黑的 应该用这个拐 我如果斑毡是 斑毡会被虎在这 虎这个是吧 嗯 应该是用上面的 八目 嗯 感觉那个 上面那个打 跳好像有力收 力收五目起 如果挡住的话 还斑了 粘上 四到五目起吧 你说 那就一人一个 白气跳 黑气跳进来 这个好像没有 那个大 可能还是拐大 跳进来 是不是感觉 小鱼要引文 嗯 是 现在胜率是 黑气好 我都感觉 白黑的要引文 因为这里 跟我预想差了十五 七八 五十五十四五十六 五十七五十八 现在黑气的胜率 已经是 有六十七 会的 白气好像 好像只有五十七 五八 五十八 还有五十九 胜率上是 黑气现在已经是 明显的 已经不行了 这个气输了 就刚才这里 突然一下 涨了 涨了好多 因为这地方有个缺陷 确实刚才没仔细看 那就之前 小鱼就没准备吃 对 小鱼还是 形式判断的 小鱼觉得 不吃眼灵下 攻一攻 还是这个 掌控力还真强 只能说水平太高 这个 这个水平 绝对是世界级的 这个掌控力 尤其在女骑手当中 是吧 开个玩笑说 我觉得 完全不逊色于 我们的男骑手 特别是今天 有一个背景版 谢科同学加油 对吧 对姐 女王这个实力 真的是 你说她当年 在这个新人王当中 就是 男子新人王 男女是不分的吗 当时 人家是拿了 男子的新人王 是在男女综合的 比赛当中 拿到了新人王 这个太厉害 而且这两位都是 今天出现的两场 都是这样子 完全是 不让须眉 对 新人王 对吧 开个玩笑的说 好像这个形式版 比我们好像 谢科还准一点 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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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谢科加油 不应该是 她这里 就是你刚刚说的 她觉得这么像 吃得着就吃 对 吃不着呢 给自己留套路 因为刚才我那种想法呢 很明显就是 肯定不行了 但你那个要是 吃了那就 吃不着就肯定烂了嘛 但你要能吃着的话 能吃着就直接赢 吃不着肯定 自己就全烂了 你看这种招法 就全自己全是病 我觉得红鱼可能 就直接上了 红鱼觉得不要收官 直接就收了 还是要看成不成立 这个我们刚刚摆得比较粗 就是这个肩还是很体现 小鱼风格的一手起 现在后面 是不是应该没什么 没什么变数了 我看看她是走哪了 她 把这里吃完顶 她拐这个 中间感觉 她拐这个 然后把这个子 这个割下来好大 把这个子又吃下来了 感觉小鱼节节败退 所以他们俩下期就很明显 从这盘切可以看到 如果拖到后面 红鱼不容乐观 还是得在中盘 想办法发力 对一个弓一个手 拿便宜 要不然就耗到后面 很明显 小鱼 其风更细腻一些 对 这个棺子水平 也是综合实力的一部分 棺子水平 小鱼应该在女期收拾里面 反正我看这么多年 应该算独一档的 我说 就是 鱼之银 在女 就是女子里面 对 这个收拾 应该是独一档的存在 很多小美女们 都是被她 棺子逆转 被扣棺子 挖回去了 现在有AI之后 棺子之前 自己胜利90 下了两步之后 就贬90 很无奈 但是那个90 没领先几目 比如说也就领先个 两三目什么的 然后收两个棺子之后 就倒了 现在好像差距 好像越来越大了 应该是不够了 而且鸿鱼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好像 不会轻易认输 对 它很顽强 它特别顽强 就是可能有些棋 你觉得好像差距 也不算小了 但是它 一般都会坚持到最后 有好有坏吧 现在这个局势 好像是盘石左右 我刚才数了 盘石好像可能还多一点 数得比较糙 红一局有60目棋 对 我就感觉好像 明显不够了 那个八路已贴出来了 粘这个 这块就53了 55区 我给6个61 提这个大了 它主要太难受了 它如果说吃 像它被一粘是吧 它觉得不舒服 这个太难受了 其实也不是哪个大 它主要是不想 忍不住了 不忍了 其实理智上来说 应该还是吃大 吃有五目 那个拔一下 感觉最多四五 感觉又亏了 这一件 其实是吧 可能还是得吃 但是呢 心情能理解 因为吃杯接一下之后 心情又坏了 应该是不够了 盘石 石好像都不止 这样好 双方就打平了 那是不是明天就是决胜局了 对 这个云子名人赛也是一口气啊 从预选赛本赛一直一气下到了这个决赛 非常考验起手的精力体力 对 可以白的有六十 还是先挖了一下吧 这个是免费的现在 先挖一下 已经变厚了 这个结红于打不够了 然后打 黑的已经变得很厚了 对 这个黑旗无忧结 62左右好像数了一遍 哦 没有 没有62 肯定是不够的 先断一下 结线 提 这个结没法打 这个 这个打不回去 没有可打的意义 最后把贝特曼队把这个顶了 顶很大 把这个顶住 冲掉 防止白旗多过 这个沾上 红于怎么只有57目了 对啊 我感觉目越来越少 怎么越收越少 58 58 接完有58 沾上 这块有54 55 565 785 960 63 那块是7目 623加770 58输飞了 12目是吧 12 12 12 那就是5目 4 5目到5目半左右 4目半到5目半 我数得比较差 大概5目左右的优势 那就没有什么变数了 5到6目半 现在已经 都收单关了 可以宣布 这是个两目 打平了 可以宣布要下决胜局了 双方 说这两位今年真的是好对手啊 也希望 在各项大赛当中相遇 对 也希望两位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通过互相的竞争 好像后面 是不是还没有出结果 但我们这个判断应该是 除非打吃还没看见 或者滑镖什么的 对 要不然肯定是小鱼稳稳地获胜了 对 这个红鱼特点可能是会收完 会收完 但是和这个胜负好像关系不太大了 这样的话应该是明天双方来到 女子民人赛的决胜局 这是应该我们这边频道也会 天天朋友继续给大家做一个直播 明天应该是这个应试杯的一个休息日 但是女子民人赛是要下决胜局的 对 好 那也好一比一呢 让我们可以多看一盘棋 是吧 不 作为吃瓜群众 永远你们打平最好 我们有棋看总的幸福了 对 说得没错 是的 那明天正好如果没有别的比赛 可以大家专注地看这个 双鱼之争 是吧 看看谁最终拿下这次的名人的头衔 没错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彭学老师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